日本一科技巨头轰然倒下,中国制造迎来腾飞。 众所周知,日本是一个已开发国家,一直以来日本的高精尖工业设备、高科技产品处于世界领先地位,中国的跟其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。 科技的领先是让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关键因素,但是这几年日本估计要丢掉自己的这一宝座了。 就在去年,日本制造业接二连三发生丑闻,以神户特纲为首的各种造假事件让世界人民重新认识了日本制造,原来日本制造也有不靠谱的时候。 据日本媒体报道,世界最大的碳纤维材料制造上日本东力公司持续八年数据造假,这数据让人大吃一惊,从此对日本技术失去了信心。 我们都知道,碳纤维是一种现代化新型材料,被誉为黑色黄金,因其具有高强度、耐高温、耐腐蚀的特性,应用十分广泛。 比如在民用领域碳纤维可让汽车变得更轻、更坚固、提高安全系数的同时实现了节能减排。 在军用领域碳纤维可以提升枪支的性能,还能应用到坦克、飞机上,例如中国的肩负20,美国的F35就大范围地使用了碳纤维材料。 除此之外,航空航天领域币的材料中也会用到碳纤维,全球的碳纤维出口大国就是日本,占据了全球四分之三的市场份额。 长期以来中国的碳纤维材料都是从日本花大价钱购买来,不仅价格高还要看日本人脸色。 然而这个受制于人的局面,在2016年就已经被打破。 据了解,中国研制的T700碳纤维材料制造成本可以说是白菜价,为每公斤200元左右,这可真是中国制造的福音啊。 在日本碳纤维行业可以说是遭遇了雾霾,中国将以更低的价格杀入市场,并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,并彻彻底底打破日本的长期垄断。 怎么样,对于中国的机遇你怎么看呢? 很冷的很冷的